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八百五十六集 古舟歌声 通天世界的生命禁区是如何形成的 此事众说纷纭 可最终也没有一个定论 或许在这天地内只有那么极少数的几个人 才知晓生命禁区到底如何出现 甚至关于生命禁区内到底存在了什么 为何一切生命踏入这里都将死亡 此事也成为了一个谜团 可不管如何 无论是天人又或者是半神 只要踏入生命禁区内 就绝对没有可能回来 此事在岁月中已被证实 就算是对生命禁区有研究之人 又或者好奇此地为何断绝一切生命的修饰 也只是知晓在那无人禁区中存在了一片白色的大海 这大海不是水滴而是骨头 准确的说那是一片骨海 站在那条山脉的顶端放眼看去 磅礴的看不到边际的无人禁区内 常年有白色的雾气笼罩 而在那雾气下 地面上如同海水般被一片片白色的骨头铺满 那些骨头太多 有人的 有瘦的 累积在一起 根本就感受不到具体多厚 只是能感受出 这片骨海中一片寂静的同时 似乎也存在了无尽的怨气 这里没有任何生命 没有任何生意 平静中的死寂让人心颤 也正是因这片骨海 所以对于这生命禁区最多的传说 是说在世界诞生之前 曾经爆发过一场无法想象的战争 这场战争造成了生命禁区内 那无边的骨海 四处生命禁区 皆是如此 此刻 在这东北方向的生命禁区内 多少年来 终于出现了三个身影 白小春胆战心惊 心神紧张 踩着脚下的无尽骨头 甚至每一步落下 都可以听到咔咔的声音 在这寂静的生命禁区内 这声音清脆回荡四方 哪怕是对守灵人有信心 可这一刻 白小春还是恐惧了 他死死的抓着手中的令牌 宋缺与神算子也都心底颤抖 紧紧的跟随在白小春身后 好在这令牌 在白小春三人踏入生命禁区的瞬间 就如同烛火一般散出微弱的光芒 这光芒覆盖了四周十张范围 将三人笼罩在内的同时 也使得四周的雾气缓缓到来碰触后 立刻就消散了 这才让三人心中松了口气 一路上在那咔嚓咔嚓声中 不断的前行 出来乍到 他们也不敢尝试能否飞行 此刻都打起精神 观察四周的同时 快速急驰 远远看去 满是迷雾的生命禁区内 白小春三人四周的十张范围 仿佛成为了黑夜中唯一的灯火 很是明显 白小春 灭色发白 他这一路脚底下 不知道踩碎了多少的骨头 好在 这生命禁区内 似乎真的没有任何生命存在 就这样 过去了三天 这三天的时间 他们虽没有飞行 可脚步也是极快 一路走过 宋缺似乎也都习惯了踩碎骨头的生意 也习惯了四周的鸭意 神色满满从容 神算子也好了一些 唯独白小春这里 他的警惊极高 眼看白小春依旧紧张 宋缺内心不屑的冷横 胆子似乎更大了 迈着大步 甚至故意踩出更大的生意 让白小春这里好几次都不满 宋缺 你 小点上 神算子也觉得宋缺有些过了 赶紧提醒 宋缺哼了一声 正要开口反驳 可就在这时 突然的始终警惕八方的白小春惊呼了一声 你们听到了吗 他话语一出 宋缺脚步一顿 神算子也听住脚步 二人立刻凝神聆听 刚开始 他们还什么都没听到 可很快的 二人就灭色一变 他们听到了 在这无人禁区内 居然从远处 如飘渺一般 传来了歌声 那是一个女子的歌声 只是四距离太远 听不清歌词 但这歌声的出现 依旧是让白小春这里面色瞬间苍白 不对啊 公孙娃 莫非逃到了这里 白小春立刻就想到了公孙娃 可很快的 他就隐隐的从那歌声里 听出了似不像是公孙娃的声音 宋缺与神算子也都骤然紧张起来 不断的私下打量 寻找歌声的来源时 忽然的神算子的眼睛睁大 一直前方 在哪里 随着他的开口 白小春与宋缺也猛的看去 立刻就看到 在远处的雾气内 竟有无数的骸骨 那些骸骨不是躺在地面上 而是站立 最先出现在白小春三人墓中的 是足有上万的 如常人般大小的骸骨 他们都弯着腰 在肩膀上都有一条黑色的绳索 竟是在如千夫一般拉动绳索 更惊人的是在那上万骸骨出现后 于他们的后方竟陆续的出现上千个身体庞大 足有百丈之高的巨大骸骨 这些骸骨一样是肩膀都有伸索 也在拉扯 这还没有结束 在这上千巨人骸骨的后方 竟还有上百座身体近千丈的巨大凶兽骸骨 这些凶兽各自不同 有的如狮 有的如虎 甚至白小春还看到了三条骨龙 这一幕幕 杜尔什就让三人内心轰鸣 而紧接着 出现在他们墓中的 则是在那三条骨龙后方 一艘足以数万丈大小的惊天动地的巨大战舟 这战舟极其高大 通体漆黑 虽破损不堪 甚至就连旗帜也都残去 可依旧还是能看出这战舟的惊人气势 可偏偏的 任凭他们如何拉动绳索 任凭他们如何前行 这战舟摩擦地面骨海 竟都无声无息 整个生命禁区 依旧是死寂 唯独 那模糊的歌声 似从这战舟内传出 这一幕 让白小春身体都哆嗦了 他在那战舟上 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怖感 此刻急速后退 这里不对劲啊 这生命禁区怎么会有战舟 还是那么多骸骨在拉动 太可怕了 白小春 灭色苍白 赶紧开口 要不 我们还是回去吧 我觉得 走长城 或许是个好主意 白小春话语一出 但就在他声音落下的瞬间 突然的 三人眼中远处的战舟 竟在眨眼间 消失无影 不但是战舟消失 一切拉动战舟的骸骨也都散去 甚至就连歌声也都消失 仿佛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白小春一愣 宋缺与神算子也都恍然 被那战舟的诡异震撼 可眼看战舟消失 最重要的是 宋缺眼看白小春这里害怕 他忽然自己就不害怕了 不懈的冷哼一声 生命禁区内本就诡异 出现一艘船 有什么可害怕的 这分明只是此地的幻境而已 不去理会就好 至于你白小春 莫非是怕了 白小春一听这话 眼珠子瞪了起来 我怕鬼 我堂堂准天皮练魂师 最大的鬼都是我弟子 我会怕鬼 开玩笑 白小春袖子一甩 宋缺冷笑一声 没说话 拉住神算子 一起向前急速走去 神算子痴疑了一下 看了看宋缺 又看了看白小春 想要说些什么 可他修为最弱 被宋缺拉着 难以反抗 只能苦笑 或许 真的是幻境 白小春也觉得没面子 他也没想到 这湛州看起来诡异 可竟突然消失 于是摸了摸鼻子 琢磨着自己 毕竟是宋缺的长辈 既然晚辈都去了 他作为长辈的 很有必要去保护一下晚辈的安全 这么的安慰自己后 白小春叹了口气 也快走几步 让宋缺神算子两人仍在领牌保护范围之内 时间流逝 很快过去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里 那湛州再没有出现过 慢慢的 白小春也都松了口气 三人的速度也都渐渐快了起来 可就在又过去数日后 这一天黄昏 正在急迟的三人 忽然神色再次一变 他们的耳边又听到那女子的歌声 这一次 歌声竟比之前清晰了一些 以至于他们隐隐听清楚了 那若隐若现的歌词 这歌词诡异 明明听清 可却无法记住 但其大意 却是烙印在了白小春三人的脑海中 那歌词所说 是在描述一个孩子 吞了自己母亲手臂的故事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